树林三家盖蛋坑一号昔日又称为大峰一号坑 早期是当地重要的矿坑之一 三家地区过去是煤矿盛产区 约有七八个矿坑 所产的煤矿很有名 明雄伯就在当地采过矿 戴着采矿的安全帽 上面有探照灯 身上背的电池是提供探照灯的电源 阿伯就说采矿很辛苦 因为矿坑内不通风 要耐住严酷的环境 人力通常分为两班次 而运煤矿的是三个班次 矿坑基于安全 深度是不能超过两百公尺 如果要这些浅度 如果说算矿大 这可能你听得比较 算矿大是怎样 算矿大 现在那一站一站的 我们在采矿 不能超过两百公修 你听得懂 这个气力 如果超过两百公修 不要停这个风流就更好 当地中山里检营会里长就说 大风一号坑在民国73年风矿之后 坑内持续的涌出泉水 成为附近妇女洗衣 孩童休憩的场所 附近还有昔日的便电所 是专门提供矿坑电力主要来源 如今已经荒废了 而三家百年车站也因为载运煤矿而兴建 百年车站的由来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盛产煤矿 煤炭 那么都靠火车运送出去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边的煤炭 那个品质也相当好 生产量产量也多 所以说那时候日记时代 日本人就在我们三家做了一个百年 三家车站 也就是现在的百年车站 里长和齐老还带着记者进入了大风二号坑 他们说大风二号坑原名就是盖蛋坑 因为被转卖而改名为大风二号坑 日本人占据台湾之后 因为看上这里的煤矿资源 才新建山载角役 作为开采煤矿运输 经过地方努力争取 并由树林焚化厂垃圾处理回馈金的经费 进行改善工程 才能够让矿坑内昔日的风采再现 让更多的年轻朋友知道这个矿坑的历史 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能够了解先人辛苦的一面 矿坑外有一棵夫妻树 在古时候又称为连里枝 也称为生死树 是形容树林如同人类的夫妻一样相依而生 而在地根深蒂固 护卫着当地的居民 也期盼盖蛋坑矿坑的整修 让树林矿业历史获得重视 世代相传 也希望结合周边的三家火车站 以及铁道公园等等景点 发展地方观光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 新北昌报道 修理人设计简 Mr.Niq